19消防车侧翻倒在边坡草丛 消防队员站在车上查看 同时电话回报 这是台中市消防局又市分队的12吨消防水库车 18号上午赶去支援外埔一处工厂活紧实 在山路转弯处不慎翻覆 消防车车体庞大 靠着两辆大型吊车才把车子吊起来 吊高同时车上储存的水也倾泻而下 但怎么会发生意外 出示地点在大甲城公路要往长生路方向 在靠近铁针山风景区前这个转弯处 因为消防车体大 回转半径不够 驾驶停车调整方向盘转弯角度 再次下坡起步时 车辆往前左侧翻覆 幸好当时车上两名消防队员没有受伤 不过这一辆消防水库车 新车要价650万元 出厂大约一年半 如果维修费用估价超过残值 可能就得报废 消防队员不只要打火 每个人还要会开这一种大型车辆 训练基地打造小巷子的模拟环境 大车转弯不容易 有警消私下透露 转弯时为了抓好距离 会刻意拉大旋转半径 避免消防车因为转不过去而A到东西 更何况山路蜿蜒 车体庞大 转弯时如果转弯半径不够 就可能因为没发现 已经一轮悬空而陷落边坡 打火救灾 消防队员承受的 不只是赶赴火场的时间压力 TVBS新闻廖文汉洪采文台中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